大家好 我们移动达车这个APP的课程 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就讲完了 然后我们今天主要是进行最后一节课项目的一个总结 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项目总结 我们首先看一下我们的演示程序 就是我们这个功能做到现在都做了哪些的一个开发 运行 我们运行我们的代码 这是播放动画 播放动画完成之后呢 进行一个视频的播放 视频的播放 循环的一个播放视频 然后我们这里边又讲了注册的一个流程 注册创建账户 创建账户的这个页面呢 我们可以选择国家所在的区域 然后实现它手机号的一个展示 我们这里边有选择国家地区这个列表来怎么获取 然后它里边会有一些国家的国旗来是怎么弄的 然后我们这里边建立基本资料 我们可以编辑用户的一个头像 这里边我们这里边可以选选择它的一个头像 选完之后还可以再编辑 这是建立基本资料 好 下一 这一部分就是添加我们的付款方式 其实付款的过程中呢 有自动扣款 这种对我们企业的要求比较高 大部分用的呢 就是用户手动来支付 一笔金额 比如这里边选银粮支付 我们现在 我们主要讲的也是银联 还有一些测试账号 方面我们也是支付宝呢 还有这些信用卡啊 百度钱包其实都有相应的sdk 也比较完善 看它的sdk添加就可以了 然后我选银联 比如这是一件商品 我要支付了 我点一下支付 看出银联的这个界面 这里边输入卡号 然后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信息 就可以完成这个订单的支付了 支付完成 我们会有些回调 这里就不演示了 我把它确定 好返回过来 我们又讲了一个验证手机号 这个界面比较常用的 我们现在大部分的APP呢 都是支持手机号来进行一个登录 这个登录的过程中 就需要对我们的手机号进行一个验证 怎么验证呢 就是给我们的手机发送一个验证 在这里进行一个输入 输入的过程中 自动 自动的一个 这是验证的过程 这一步就是说 我们如何实时刷新我们 这个车辆的一个位置 还有就是我们讲了百度地图 这里边如何移动 来实现一个定位 图钉的一个定位 然后我们还讲了 搜索 搜索一个地点 一个关键字 然后显示我们跟它相关的搜索地理位置 搜索地理位置 然后我们还讲了一个轨迹 就是说我们搜索到这个地点了 然后我们想到这去 然后绘制出一条轨迹路线了 跟我们当前位置 然后这个位置 会出 绘制出一条轨迹路线 这里边 也是有相应的 检索 轨迹成功了之后 如何来绘制 它的SDK里讲的也很详细了 要求大家自己去 按照它这个SDK 来进行swift语言的一个实现 好 那下面我们就讲了这个车型的一个切换 切换的过程中 其实就是刷新我们这个界面 和当前位置周围的这些车型 然后这些标注 这些位置 好 我们才讲了呢 还讲了一些 比如我们个人用户中心 个人用户中心的一个左侧边栏 那么左侧边栏 我们还可以设置用户的一些信息 这里边来如何进行这个界面的设计 还实现 讲了一些方法 好的 我们主要讲的这些功能 总体来说 还是非常的一个 主要是思路 告诉大家的一个思路 还有一些编码 还有摆脱SDK的一些应用 技术模块 我们用到了播放的一个动画 播放视频 主要的技术模块 这些呢 都可以除了在我们这个APP里用 还可以用到其他的项目中 我们相关这里用到的知识 包括我们的支付 摆脱地图 地图里边呢 我们就讲的比较多了 包括定位 显示车辆位置 时时刷新 路径位化 还有地理位置的一个搜索 消息推送呢 我们在讲其他项目里边用到的 基本上都有消息推送 如何来给我们的APP推送消息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模块 也比较成熟了 其他的这些 里面还有一些知识 比如我们公共的模块 一些常用的一些方法 我们都在里面讲到 第三点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经验积累 就是我们通过做这个项目 我们要积累 积累一些经验 积累一些公共模块 这些模块呢 就是我们在做其他项目的时候 直接拿过来 拿来即用 不用再重新的再写代码 开发了 以后就是我们 要做的工作呢 就是我们公共模块的一个组装 要有这个思想 第二点 就是我们思路一定要清醒 我们不要 一上来就做 我们要想好有一个思路 我们应该怎么做 比如我们讲到界面的过程中 那设计YouTube这种界面 我们来怎么做 怎么来思考它这个问题 想好再行动 模块拆分 模块拆分呢 其实我们的代码里 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结构已经 其实就拆分出来了 看我们这里边 相关的Global Model 木模型Option 还有我们的未有界面层 数据库层 我们这里也没有相关的数据库的一个操作 我们但是我们也分开了 如果想添加的话 我们只在这里添加 然后公共的部分 公共的部分就在这里 第三方的SDK 还有常量的定义 还有其他的一些 然后我们都在 这就是模块拆分 拆分呢 就是拆分出变与不变 不变的部分 我们就写在G类里面 经常不变的 像我们 我们有G类 把通用的 我们都往G类里放 可以直接非常好的来使用 变与不变 拆分 拆分出来我们各个的模块 最后一部分呢 就是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这个习惯是什么呢 包括我们的编码的一个习惯 编码的一个风格 还有就是什么习惯 就是说我们 写完代码之后 一定要记得提交 提交 不管是提交到 son还是get 一定要提交到云上 避免我们本机 本机系统出问题 防止我们代码的一个丢失 这也是非常强调的疑点 所以这个习惯 我们要从点滴开始 从里边的一点一滴 从小事来做起 包括变量的命名 还有书写风格 只有养成良好习惯 有了我们这些经验 我们就能把一个项目 做得很好 这就把项目做得很好 好的 我们很高兴 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这个Youber的一个过程 也很高兴 大家能够听我 把这个课程讲完 谢谢大家